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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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分享的訊息是約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四節 在約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四節的時候說到 你們常在我裏面 我也常在你們裏面 我記得在我班暑期班裏面有一段時間 我們就沉迷於看電影 每次一放十一點 三至一放學回家十二點 我一回到他家就開始電腦了 然後就看很多電影 直到下午五點多要洗澡才離開我的座位 那段時間的生活令我和神關係縮緣很多 就算我看聖經或祈禱的時候 都不可以專心 當我祈禱的時候 我的腦子不斷地重複看電影的情節 心靈很不平安 還有一份醒覺 心靈上覺得很空虛 就好像一杯水一樣空了 那種感覺令我覺得很不舒服 很痛苦 有一天的日晚刻祈禱 神就觸摸了我的心 他怎樣形容呢 那種很感動的感覺 令到我的眼睛好像清晰了 知道原來看電影不如沉迷在那些不良愛好裡面 不單單會破壞我和神的關係 也會破壞我的生命 我很多事情不可以去學 不可以去進步 都不可以做到神要我做的事 還有生活上都沒有那種力量 然後我決定了我要戒除看電影 我要多些祈禱出現神 每天一早上班 之後每天一早上班 我會帶著MVD 裡面有些敬拜的歌曲 那些基督教的歌曲 那我就上學就聽 上學又聽 回到我家 平時我會看電影 但現在我不會看電影 要控制著 我不可以按到電流 不可以的 那我就不去看電影了 然後很專心做功課 做完功課 在做功課期間我也有聽過 做完功課之後我會看《聖經》 還有日文刻都會專心祈禱 沒有了那些電影 令到我的頭腦是清晰了 祈禱的時候 和神的關係是那種親近了 知道自己要怎樣祈禱 還有要怎樣去做 去做神想我做的事 還有當我祈禱 平時我看電影我都會失眠 因為日文刻不一定的腦子 正在重複我 今天我看了電影 做了些什麼環節 哪個明星又怎樣 但是令我很不平安 很難睡得著 通常我都要用一兩個小時 才睡得著 第二 一天早就不精神了 但是我遠離了電影之後 我任何一刻睡覺的時候 我站完肚子立刻睡在床 就睡著了 不知道什麼時候睡著了 然後一天早睡醒覺 人是很舒服的 那種 在睡覺之前 站完肚子之後 神包圍著那種很溫馨的那種 有一層很薄的煙霧 怎樣形容呢 包圍著自己 好像溫泉裡面那樣 睡醒覺之後 那種感覺依然更狠 令我心裡很平安 很舒服的 令我心心地體會到 在馬太福音第十五章第四節 那裡寫著 當我們常在耶穌裡面的時候 耶穌都會常在我們裡面 其實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常在耶穌裡面 當我們多些祈禱 多些親近神的時候 我們跟神有一個好的關係 神都在我們身邊做工 我們亦都可以得到 經得到和經歷到 我所經歷到的那種平安 開心 和和神的關係的那種有力量 謝謝